暑期旅游旺季一房难求 却有金山区的饭店业者传出 有客房被一群年轻房客恶搞 原本好端端的客房 在退房的时候宛如战场 垃圾满地不说 还有枕头遗留泡面汤汁 就连木质地板都被踩到裂开 凹陷 为此业者也通知其他业者 要注意避免受害 暑假的旅游旺季进入围圣 却有金山区的饭店业者传出 有客房被一群年轻的房客恶搞 退房之后 房屋员前往整理时 党场傻眼 原本好端端的客房宛如战场 垃圾满地不说 还有枕头遗留泡面的汤汁 就连木质的地板都被踩到裂开凹陷 业者也通知其他的饭店业者要注意 避免受害 有看到上个年轻人 退房的时候他门关起来 我们要打扫的时候 这样看到是这样子 很严重过我们开始擦擦擦 因为这边全部是热市啊 这边全部是热市 因为我们习惯说 诶客人有没有丢东西 我们拿这个沙发 诶这样知道说这个很严重了 这样子踩下去 浙江位在金山的温泉会馆 坐落于阳明山下 且经营快20年 就在日前有五名客人订了两间 温泉套房住了三天两夜 退房时脏乱的房间 吓了业者一大跳 更直说20年来第一次碰到 这么没功德心的住宿客人 而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新北市的温泉协会 也将协助业者向当事人来求偿 新北市温泉协会指出 温泉会馆经营不易 业者用心的维护设施 保持整洁就是希望提供给住客 宾至如归的感受 如今却碰上了缺乏功德心 不爱惜资源还搞破坏的住客 一定会协助追究求偿 避免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 剧药品和金山采访报道